美国总统拜登2月29号发表声明 强调汽车工业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性并指出白宫担心 中国产汽车除了可能主导美国市场 也会带来国安风险 拜登质疑中国已对美国汽车和其他在中国运营的外国汽车实施限制 那为什么要允许中国的互联车辆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在美国运营 他指示商务部长对中国制造的互联车辆进行调查 并采取行动应对风险 美国商务部将发布拟一规则制定的预先通知 调查中国制造的互联车辆所带来的国安风险 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将咨询产业介于公众 借此研拟管理法规确保互联车辆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与服务供应链安全无虑 此外 拜登28日颁布一项保障美国人敏感数据的行政命令 此举是为阻止美国人的敏感格资 以商业手段被中国等值得关注的国家取得 与本次针对互联车辆的调查 可能在敏感讯息方面有重叠 但关注的领域并不相同 洛杉矶市警察局官员警告公众 他们注意到 最近小偷瞄准了雪佛兰科马罗的犯罪趋势 警方表示 从2024年开始 这款受欢迎的小马车已经成为热门盗窃目标 最近的数据显示 洛杉矶市内有90辆小马车被盗 比2023年增加了1185% 2023年只有7辆小马车被盗 洛杉矶市警局警官阿诺德卡斯特利亚诺斯说 我们经常发现 小偷正在社交媒体上出售这些盗窃的汽车 一辆4万5万6万美元的车只卖3000美元 从我们的理解和他们向我们解释的事情来看 偷这些车比偷盗骑车更容易更快捷 对于那些想要购买这些被盗车辆 并将其拆散出售的人来说市场正在增长 此外 除了网上销售的增长之外 警方已经开始注意到盗窃车辆用于非法接头赛车的模式 有所增加卡斯特利亚诺斯 建议车主在车上安装某种自动开关 或者再买一个GPS追踪器来定位车辆的位置 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月29日发表的一份声明 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以救援物资领取点遭乙军袭击 目前已造成至少104人死亡 760人受伤 乙军表示 周四清晨 运载援助物资的货车在进入加沙期间 有民众在货车周围发生暴力聚集 部分人以威胁的方式接近乙军士兵 乙军于是开枪制止 目击者指出 援助货车试图逃离该区 意外冲撞其他人 造成进一步的死伤 巴勒斯坦当局谴责乙军的做法 批评以色列政府不理会国际社会 对于保护平民的呼吁和要求 又认为这次袭击是以色列强制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的新证据 强调立即停火是保护平民的唯一方法 目前 乙军正在对此次事件进行调查 依靠 感谢观看